有三个浴室的家里 为什么从来没人泡澡 今天的改造节目 全程高能 相当硬核 强烈建议你们看完 这次的委托人是一对老夫妻 他们俩住在东京市中心的一套56年的老宅里 占地有将近200平米 夫妻二人年轻时不断地努力打拼 才终于在50多岁的时候买下了这里 老奶奶非常喜欢泡澡 自打她36岁时 第一次带孩子去温泉旅行之后 她就一发不可收拾 到如今70岁 每年都会坚持去一次温泉旅行 以此来远离都市喧嚣 洗涤治愈疲惫的身心 她这一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拥有一个像温泉旅店一样的家 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 她的房子可以说是奇葩中的奇葩 甚至在家里 她都没办法和丈夫一起睡觉 但原因并不是夫妻吵架 也不是有谁打呼噜 而是老爷爷因为腿脚的问题 根本爬不上这个63度的陡峭楼梯 这个奇葩的楼梯居然藏在柜子里面 不仅没有扶手 就连踏板的宽度也只够踩半根脚趾 简直就是噩梦 下楼的时候更是危险至极 踏空跌落也是家常便饭 地板上的破洞就说明了一切 每晚老奶奶都要冒着这样的危险上楼 跟儿子说晚安 然后走到室外去隔壁家借宿 才怪嘞 老奶奶每天都要穿过室外 打开另一扇大门 才能到达自己的卧室 这是因为这套房子最早是设计成四户的 前一任房东为了自住 把一楼两户之间的墙壁打掉了 而自从18年前夫妻俩买了这种房子以来 唯一的改动只是在橱柜里加装了这个奇葩的楼梯而已 深锈的室外楼梯就一直保持着圆状 家里面的四间厕所 三间浴室和三个厨房 目前也保持着圆状 虽然数量很多 但是每个都很小 很不好用 就拿浴室来说吧 因为放不下洗衣机 所以老奶奶每次洗衣服就必须从室内接电源 十分不方便 洗衣服也会把路口堵住 挡住晒衣服的去路 更头疼的是 尽管家里有三个浴室 但18年来 夫妻俩一次都没有在家里抛过灶 实在是不舒服 还不如去外面的海纳百川解决 除了空间被一分为四之外 另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就是房子的位置 因为是建造在坡道途中 所以庭院比外面的道路低了60公分 只要一下雨 雨水就会一口气进入 排水口也起不了作用 导致一楼各处湿器都相当严重 甚至连木制的底座也被腐蚀得很严重 夫妻俩都已经年过70了 生活方面也越来越觉得很不方便 所以就报名参加了改造 而接受这次委托的 是被誉为新隐和风传承者的山崎大九 改造开始之前 山崎扬起了45度的头 对房子进行了现场勘察 了解到委托人的故事 山崎也是备受感动 夫妻二人一起努力了几十年 才买下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大房子 虽然后来发现漏洞百出 但毕竟也是充满了回忆的家园 他们静静地看着被拆除的房子 心中无微杂陈 在这里有过欢笑 有过泪水 最后用一个全新的面貌 陪他们走完这一生 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好的结局呢 将来如果这里变得像温泉旅馆一样 搭配着庭院盛开的海棠花 一定会美容生收吧 想到这里 老奶奶开心地跳了起来 带着一家人的期望 山崎开始了改造 第一步当然是要改造浴室 她先是来到了千叶县的一家木材店 在这里 她定制了一批山木板 把它们拼成三角形的桶状 然后她用火泥土砖围成三角形 在里面放入木屑 再加入一些废木柴 制成了临时的灶台 开始烧制山木 不到一分钟 这种工艺叫做三角烧山法 它可以使山木具有非常好的防水和防腐功效 而且会散发出治愈人心的木质香味 用在浴室里再合适不过了 浴室外的更衣室里 山崎则是采用了温泉旅馆大多使用的藤边砖 洗手台下方选用了可以放置换洗衣物和浴巾的旅馆风更衣柜 更衣室的门则是选用了桂木做的盒子门 这些都是为了给夫妻俩一个身临其境的抗刀体验 原本被楼梯挡住视野与日照的房间 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的浴室 一打开门就被原木色的温暖所包围 除了1米8的超大浴缸之外 浴室里还特意开了一扇窗 一边泡澡一边看着中庭的景色 仿佛置身在露天浴室中 接下来山崎专门去拜访了一家造纸的工厂 在这里有一种流传了千年的造纸工艺 首先是把当地采集的构树纤维加入山泉水中搅拌均匀 然后用一个特殊的铁框进行抄纸 也就像这样不停地晃动 抄完之后一张又薄又牢固的核纸就制作完成了 这种工艺造出来的纸最薄能达到0.03毫米 被誉为浮油翅膀 真的可以说是薄如蝉翼了 山崎今天虽然是空着手来的 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 所以他拿走了一批未达到生产标准的核纸 虽然这些不达标的纸可以泡到水里分解重做 但是纸的花纹每一张都别具一格 分解了实在可惜 所以造纸的匠人也希望山崎可以把这些核纸运用到改造刀中 当然白嫖行动并未停止 山崎又来到了一家熟知的瓦片店 透着脸皮问老板要了一些古宅上拆下来的旧瓦片 老板本来只打算送门口这些 没想到山崎要的更多 活活在他店里搜挂了300片瓦 最后山崎又拜访了一家隔山店 笑着让老板给他做了一个损保结构的木隔山 不要钱还做的那么精致 我真的想给这个老板点赞 搜刮完材料回到工地上的山崎就开始了外里面的改造 他先是把柜木板固定在墙上假装成柱子 然后用赤墨色涂料进行喷涂 这样不但有传统的日本特色 也会让柜木的质感显得更加突出 接着再用刚做好的隔山盖住窗户 整个外里面就变得别具一格了 接下来就是要打造一间茶室 原来这里以前的房东是为茶道老师 20年前的老奶奶在这里上课 她有机缘租在了二楼 后来房东去世 老奶奶就买下了这栋房子 因此榻榻米下的茶炉 以及各式各样的茶具就一起沉袭下来 甚至可以看到外面的庭院 也是特别为茶道而设计过的 老奶奶特别希望把茶道的精神传承下去 因此就拜托珊奇改造一个正统的茶室 为此珊奇把之前的一个餐厅和厨房拆除 牵涉了十个平方的使用面积 将庭院面积扩大 这样新的茶室空间就能拥有足够的自然光线和通风 接着她又请了一位特殊的木匠来到现场 可以看到这位木匠小哥的装备非常齐全 他可是专门修缮寺庙的匠人 水平相当了得 用他的手抱出来的木头皮竟然能透出光来 厚度甚至达到了惊人的0.018毫米 比普通的木匠足足薄了十几倍 气的那位拿来对比的普通木匠直跌走人了 直接木匠小哥手起刀落 光是制作一根横梁就用了十几种工具 端头的损绑结构也是设计的极其复杂 嵌柳结构中更是严丝合缝 完全不需要钉子固定 然后木匠小哥又搬来了两根老旧的山木柱子来制作壁刊 原来这是当时拆架的时候保存下来的 木匠小哥将其中的一根一分为二 一半安装到地面上 完整的那一根作为柱子使用 另外一半则是当成横梁 接着他又拿来了一根茶花木作为中柱使用 在茶室里 中柱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他决定了整个茶室的基调 坚毅的茶花木很难加工 还得用上自制的圆规来划线 这样才能让方木和不规则的圆木紧密的贴合 接下来还要制作一个小窗户 小哥在上面插上细细的竹竿 然后用藤板缠绕固定 天花板则是用竹子作为支撑 上方铺设了山木板 板子的其中一边特意削薄了 铺在上面有一种层次感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答案是没有任何好处 纯属炫技 最后木匠小哥又在地板上开了一个洞 把之前房东留下来的茶炉放了进去 使其重获新生 木匠小哥杀新之后 接下来就是墙面的工作 山企把之前老房子里拆下来的土墙 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纸是用来做踢脚线的 不过说实在的 效果确实还不错 接着进场的是另一山隔山 不过它貌似缺了一个口子 用正方形的木板盖上缺口之后 整个茶室才算是正式完工 原来传统的日本茶室 就是要像这样从小洞里钻进去喝茶 主人就从正常的路口进去 坐在边上弃茶凤茶 如果有更多的客人 隔山也可以变成宜门 完全打开 这样就拥有了更加宽敞的空间 完成了茶室之后 就要进行庭院的改造了 山崎先是运来了很多石头 这些石头虽然好看 但没有一块是花了钱的 全都是他们家之前庭院里就有的 再加上上次白漂来的老瓦片 整个庭院的开支目前就是零 山崎把瓦片立起来 像多米诺排骨一样排列在挖好的沟槽里 原来这是一条瓦片小径 真的是太聪明了 接着他又用粉笔在院墙上随意涂画 画完又去超市里买了很多酸奶 没想到这些孩子气的行为 竟然也是改造的一部分 山崎拿了一桶青苔 放入榨汁机 加入酸奶 再加一些粘合器 然后就像大果汁一样将其搅拌均匀 没错 这是用来涂在院墙上的材料 他居然想在墙上栽培出一个 犹如山栏一样的青苔景观 而用酸奶搅拌青苔 也是借鉴了欧美的一种叫青苔涂鸦的方法 这样不但能够使墙面氧化 也能让青苔长得更加牢固 大约过半年的时间就能横绿横绿了 下次我也去试试看 经过了山崎的精英设计 房子终于完成了改造 原本的四套公寓 对于三口之家来说完全够住 因此山崎大胆地缩减了使用面积 以退为进 开辟出了宽敞的前院 以前的高叉也被取消 现在走进家门一路平坦 再也不用担心积水的问题了 玄关的屋檐用钢骨支撑 营造出利落的感觉 而格子门又显得十分风雅 打开大门就能感受到里面充满着木头的温度 玄关的位置制作了一整面收纳柜 鞋子外套完全够放 往里走 之前的两间盒室被改造成了参客厅的区域 空间尺度很舒适 光线也十分充足 外面的小院子原先高砂很大 如今设置了外廊 天气好的时候 夫妻来就可以一起沐浴阳光了 以前有客人来玩时 几百坪的房子连个客房都没有 现在重整了空间 就可以让对方留宿了 之前藏在柜子里的危险楼梯 如今也进行了调整 被放在了电视机后面 山崎特一郎木匠小哥 精心打造了电视机柜 上面的木板用的就是之前楼梯上的踏板 就连斜度也是原来的63度 打开边上的小门 是通往茶室的走廊 右边则是新的厨房 非常宽敞舒适 收纳也是十分充足 更重要的是 厨房里有两个窗户 光线很好 再往里走是厕所的位置 边上则是夫妻俩最期待的浴室 撩开门帘 后方就是顶级的疗愈空间 浴室内部的烧山木 超大的浴缸 以及窗外别致的景色 让夫妻俩足不出户 也可以享受自身温泉的泡澡体验 今后再也不用去海纳摆穿了 这次改造的一大亮点 就是这个后院 让人不敢相信的是 这样一整片的财险庭院 竟然是位于东京的市中心 沿着免费的瓦片往前走 则是通向了茶室 打开小洞爬进去 就能看到极富格调的日式茶道空间 里面的装饰 也基本上都是用老物件改造而来 打开格山 院子里的风景 除了这根柱子之外 一览无余 茶室边上专门准备了 鞋柜和长凳 这里面则是一张桌子 老奶奶一个人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 画他喜欢的手绘明信片 走上安全平缓的楼梯 就可以通往二楼的休息区了 从天窗照进的阳光 可以直到楼下 即使位于房屋的中央 楼梯也不会阴暗 原本那种 从室外回房间的情况 不会再出现了 老奶奶的卧室 温馨暗明亮 还有专门的衣帽间 以及专用的出装台 打开玻璃门 后面是老爷爷的房间 当然如果二老旧群复燃 也可以把这两个房间 合二为一使用 二楼的公共区域 分别设置了迷你厨房 洗手间 以及座房室 最后那一个 则是儿子的房间 这里还是依照他的喜好 都成了合适 改造完成之后 一家人他的愉悦的步伐 走向了新家 但当老奶奶 站在新房子面前 他的眼泪 会忍不住往下掉 对了 本次改造节目 花费了人民币200万元 我是方之亮 拜拜